唉 这一次是真的有点离谱了 请同学我解释一下 两个月前大概在9月25号 也就是小弟我生日的当天晚上 我们在频道上面做直播 一直播完结束之后 我就立马接到了一通电话 这通电话是来自杰西大叔的 他就跟我讲说 你现在要立刻马上的决定 现在虎航有邮会机票你要不要冲 他在我生日当天问我这个问题 我能说什么 你知道我现在人生目标就是 活在当下能够出国就尽量出国 我直播才刚讲完那句话 他就打电话来问我 我就看到五一点通完之后我就说 好我们马上就定 我实在是不应该说yes的 因为最近真的就是忙到一个大爆炸 但是既然都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那我们就好好的 来把它执行完成吧 所以今天是2023年的 11月15号我跟杰西大叔 我们要去日本福岡 三天两夜真的就是三天两夜 第三天是那种早上6点钟 就要搭飞机回来的那一种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 我们就看我们在福岡 48小时做了什么事情吧 首先第一件事 这位先生 这么早现在几点而已不到5点 会不会太chill了一点 拜托 就是达人才知道的小脚了 包场欸 你没有发现外面都是人吗 真的是托杰西大叔的福 我人生中第一次 第一次进来台湾的贵宾 真的啊 不要讲的话 好像去过很多贵宾室一样 其实全世界的 我也只去过日本 A&A的贵宾室 还是工作的关系 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才有机会 进去A&A那边来去拍摄 所以这是我人生中 第二次进来贵宾室 也是第一次进来台湾的贵宾室 这间贵宾室位于第一行下 我们今天这一次是打虎航出发吗 虎航就没有贵宾室了喔 哦 哦 对对对对 这间是环雅嘛对不对 环雅贵宾有两间在一行下 然后二行下有一间 基本上跟我想象中有点不一样耶 什么说 就是我以为贵宾室 因为我去的是A&A的那一间 就是超大间 我知道我知道 那间我去过 有很多东西吃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生啤酒什么 就是自动倒杯子 然后还可以点很多单点的餐点 牛肉面拉面 它也有生啤酒啦 但是你杯子要自己倒啦 但是规模上面 是因为它在第一行下的关系吗 对第一行下的贵宾室都相对小 这边最大的是国泰贵宾室 饮料的话 咖啡 汽水 啤酒也有嘛 然后食物的话有粥 有面包三明治炒面炒蛋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减餐 很简单 然后我再等它单点的乳肉饭出来 还有单点的 有有有还有排骨 这个食物的味道是 我常说就是维持生命继续 你知道我对贵宾室 期待值拉太高了 你拉太高 不是 贵宾室有高 那个有顶配 有低配版 所以我才跟你讲啊 很多人如果是搭新宇的商务舱 他如果被配到这间贵宾室 他会生气 他会生气吧 我当然是你也会生气啊 没有 因为我没有贵宾室 那个level 所以我 I don't car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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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你去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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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 in my bones 花生 什么事 下车又再跟你讲 傻眼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是谁赛呢 我刚才也是想问这个问题 后来讲说他先不要开口 哈哈哈 飞机有问题 所以我们原本是6点45分要起飞了 对 在这里站了一个小时 没有一个小时啦 20分钟 超过 绝对超过 现在7点03分了 官方表示 地面作业尚未完成 目前是地面作业还没有完成 该庆幸这样我有素材拍是不是 对 你有没有买保险 保险 五一都叫你买保险 你没有买齁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低气哦 我就来看 这次可以理肥多少 但是要延误四个人 四个老师一张才会有 对 各位有没有看过 登记完之后 再回来的吗 就是要刷退的部分 我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七点三十分回来 卡片鞋没有那么多 七点三十分回来 七点四十六分 我们来进行二十四登记 啊 这上街摩车了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空桥 哈哈哈 现在可以顺利登记咯 啊 该关的都关好了 嗯 希望接下来 一切顺利 这是最后一个遗忘 等一下要找地方抠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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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地方抠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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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 我第一次來 浮光的空氣 浮光你好啊 這個 我這一次來真的是完完全全沒有做任何的功課 所以連我們住哪裡我都不知道 我們要從機場搭車去哪裡我也不知道 沒有我們就住在浮光啊 市中心核心的核心 我真的是第一次出國 就是連住宿交通都不是我搞的 之前不是武儀就會幫你搞定嗎 沒有武儀是搞定找經典的東西 他會幫他找住宿然後我會定住宿跟交通 這都是我處理的 我們來到了摩托車站 摩托駅 聖誕的氣息來了 有耶 有一點燈喔 有一點燈嗎 晚上有一點燈 有一點燈 聖誕樹 可愛捏 現在有管樂團在演奏 是啊 你可以看他旁邊的那些事蹟 很明顯就是耶誕事蹟了 應該會有熱紅酒 好 有 有 我看到了 是啊 我決心要來當一個小廢物 怎麼了 傑西大叔我肚子餓餓 走我們去吃福岡特產 我應該不用找吃的東西吧 完全不用 這是你完全最不用 桌子 這是你完全最不用找的東西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手上隨便隨時 你只要在任何一個區域喊肚子餓 我都有東西可以讓你吃 你真的好棒喔 所以我們先來吃福岡的特產牛炸鍋 真的假的 掰掰 第一家店我是做公益的哈 因為傑西大叔帶我們來吃一家 牛腸牛炸的鍋 我這麼特殊 本人真的沒有辦法吃內臟 所以第一餐我們先陪傑西大叔吃 順便介紹給大家 因為這家好像蠻有名的 綺麗ですね 這是馬肉 然後這就是他們這裡的招牌 就是牛炸鍋 牛腸鍋 牛腸鍋 我們點的是原味的 就是第一名推薦的味噌口味 日本人真的很厲害 馬肉很厲害喔 這表情 這表情 完食 好滿足喔 好吃ですか 超滿足的 而且重點 我們兩個結論都是 重點是在他最後最後的那個 一個稀飯 對就是配肘 它就有點像 如果在台灣吃過橘色的話 就是類似的道理 就到最後的時候 你可以去加肘 然後請他幫你煮 要加錢啦 沒有很貴 我原本這一頓我是心驚膽跳的 因為我想說我真的是不敢吃 我東西都不敢吃 我前面只有在吃豆腐 跟喝它的湯而已 沒有你可以吃的東西 對 但是最後的那個肘 真的是畫龍點睛的效果 對 可以推薦 可以推推推 1到10分推薦指數 目前8點5分 喔 價位的話 我們剛剛這樣子吃 是8932塊日幣 提供給大家參考 欸 掰掰 你們就不吃粥了喔 對啊 好喔 掰掰 遇到的台灣人 跟我們同一個班機過來的 而且重點是呢 我自己覺得它的牛腸 我很討厭吃內臟吃到那種 嚼像冰晶的那種 這大家都不喜歡 但是呢 它的牛腸是 嚼得爛的那種 喔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真的沒有在管內臟 因為它一根都沒有吃 都我吃掉 我真的沒辦法 下一站 不知道 小飛物要提問問題了 欸 請問我們現在在哪裡 傑田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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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博多的總鎮守 福岡的壁房經典之一 而且重點是呢 祈求商業繁榮 啊 賺大錢啊 啊 開公司的要來集圈 可以 福岡這個城市真的還 還蠻慢悠悠的感覺 很舒服 對很舒服很清幽的感覺 對而且到哪裡走路都可以到 我們還沒有用到 大眾交通工具 等一下呢 要帶大家去看它的山曆 山曆其實如果以中文去翻的話 就是神轎 祭典用的神轎 轎子 轎子 那就是展現財力的部分 這就是你剛剛提到的山曆嗎 是的 就是他們在每年七月夏天的時候 有山曆節 會把這個拖出來在街上面跑 跑五公里 把這個拖出來 對 後面還有那個 這個轎子很高耶 對對對 後面還有孔鏡的 貼金箔的 那你剛剛在裡面蓋了什麼 這個 還好啊 預注意而已 大家如果有在參拜寺廟的話 就是參拜完成 然後請他們寺廟蓋這個 那有些現在寺廟為了那個疫情 所以他們現在都蓋了一張 一張 一張是什麼 給你一張紙 然後自己黏上去的 哦 那這個是他們現場現寫 我剛剛以為你說你要去蓋帳 我以為你就是遊客也 你知道 收集蓋帳 不是那一種嗎 你講的是那一種 對對對 所以不是這一種 不是不是不是 這有加持還是什麼 對有加持的 哦哦哦 啊這整個都是嗎 都是啊 這是我第N本 一走出來就來到這個歷史悠久的商店街 叫川端控 為什麼說歷史悠久 因為它從明治時期就有這個可以追溯到歷史 你說這個 建築物當然不是啦 這條街是不是 這條街 因為這邊的寺廟就是明治時期 開始有這個歷史可以追溯 哦 當然也有很多好吃的啦 沒有要吃 沒有要吃 不要不要嚇我 不要嚇我 這家外面好多人在排隊哦 賣冰的啦 哦吃冰 哦 594塊是多少 100多塊 蛤怎麼辦 我有點想吃吃看 吃吃吃吃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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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買 你很誇張耶 剛剛一進去的時候店員就講說 你們今天是Last day 不是 你買完之後就帶回去 因為要冰起來 還是明太子 對 結果他講說今天是First day 然後他就買了一堆的明太子 我就沒在管了 店員講說 這個只可以放一週 另外一個只能放兩週耶 你有沒有聽過媽媽的冰箱可以無限期保存 你都放冷凍的部分嗎 對啊 所以福岡是盛產明太子 明太子 而且如果說呢 各位像是愛審要省錢的話 這個呢 請你找這種家庭用的明太子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切壞的 什麼就是切壞的 它不是完整一條的 邊角料啦 但是它吃起來是一顆啊 一條啊 不是它外面不是 我不是很清楚明太子是什麼東西 可是 明太子不就是 外面一層皮 然後裡面包一堆魚卵嗎 可是你看它斷掉了啊 它就是破損了嘛 有差嗎 吃起來沒差啊 是不好看是不是 不好看嘛 日本人連香蕉都要看起來黃黃的啊 整條黃的 所以他們會有這個要求 所以這種的話 每一間賣明太子的店 都有這種 它名字可能不太一樣 你去找這種 家庭用就對了 比較便宜 真的比較便宜 好喔 還不錯吃耶 它沒有明太子 不要這樣明太子 只是噁心耶 你這個不吃海鮮的小孩 你真的很會亂花錢耶 我在等你咩 他買了1580塊的草莓 我必須說 最近就是跟不同人旅遊 就是可以看到不同人旅遊的樣貌 我吃什麼樣貌 就是一直亂買東西 亂花錢 不是我一直吃 也是 福岡的草莓是有名喔 福岡跟熊本的草莓是非常有名 九州草莓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重點是呢 這個草莓呢 到台灣呢 日幣標價會變台幣標價 台幣 台幣1580塊 對 金額完全就不到 這邊有一條河捏 原來你真的沒有在看資料 我完全沒有在看啊 對 而且你知道為什麼叫川端通 川端通就是 川的河流的兩端 旁邊的上電街 我亂掰的 我就知道 阿伯好愜意喔 欸他的水很清澈耶 雖然不是那種很漂亮的顏色 可是是見到底耶 跟台灣對不對 你不要害我 我有一個提議 來挑戰啦 我是沒在怕的啦 好這次換我 這次是我好不好 這次是我 因為我剛剛不小心走一走走一走 我就看到這裡 有一個伊蘭拉麵總店 對啊 伊蘭拉麵的發原地 就在福岡 然後他的本身伯多拉麵 又是臀骨系的拉麵 可是呢 你要知道 日本朋友很喜歡搞限定 在伯多 就是福岡這邊呢 有不同的碗 但不是在總本店 是在我們對面 飯店對面的運河城 那邊是芳碗 還有太宅福天買工 那邊是五角碗 合格 合格碗 所以你自己要先想清楚齁 我不相信你應該這個旅程 只會想要吃兩碗伊蘭 所以總店就是 只是因為他是總店而已 他也沒有其他的特色 對 好特別喔 好啦那就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去吃特別的吧 哈哈哈 喔你的好淺 對 你得太淺 結果我們改變計畫 我們跑過來一家百貨公司 裡面來喝咖啡 因為解析大叔說 這一家是得獎的咖啡店 是轟動大師世界冠軍 2013年 但是這一家喝的不是儀式咖啡 它是手沖咖啡 然後因為我比較喜歡深焙的嘛 它有分1到10的烘焙等級 數字越大就越深入 解析大叔點的是5的 我點的是8的 我只能說 日本人就是真的很儀式感 就是東西都是很精緻 一絲不拱的 還要放在這木盤上面 聽說福岡就是很適合來拍咖啡巡禮的地方 因為福岡有三個得獎的世界得獎的咖啡店 其中有兩家是義式咖啡 我現在有點期待另外兩家 你什麼時候可以的資料 你剛剛傳給我了 好啦到我們開房間囉 看房間 幾號 1211 1211 這邊 打擾囉 先來看一下第一反應 暖氣好暖喔 你喜歡暖的還是你喜歡 我覺得有點太暖了 舒舒服服跟乾淨淨的啊 還不錯耶 三井的設計就是彪彪準準 就是這樣 有一個對外窗吧 有耶 有景耶 看得到 剛好是一個Magic Hour的時間 這個房間多少錢啊 兩天四萬日幣 一天四千左右 一天四千左右 所以兩個人分的話 一個人兩千塊左右 是的 不凡早餐 但是日本不怕吃不到早餐 真的 因為我真的是直接撈成了一個蛋沙拉 上面吃我就可以解決了 不錯不錯不錯 今天我們就麻煩傑西大叔 幫我們掌勁一下 然後跟我們一起聊聊 畢竟我們兩個人觀點不一樣嘛 就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出國 第一次一起睡 欸 對 五一認可的喔 對 我們就進行一個簡單的輪拖就好了啦 一進來 全身鏡 雖然說剛剛大家應該可能有看到嘛 就是房間裡面它是有衣櫃的 然後這邊還附了兩個掛鉤 我覺得很貼心啊 掛大外套很適合 對 然後在我的右手邊這邊就是廁所了 廁所我覺得就是簡簡單單啦 該附的東西都有附 但是備品它是沒有附的 就是一次性的那一些 但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樓下一樓 你可以去跟它索取 很多樣化耶 連那個卸妝油都有 喔你有看到喔 有喔我都已經看完一遍了 備品是使用花網的 這是我的專業 吹風機 任可 Panasonic的 對還不錯耶 然後日本嘛 畢竟我們在日本一定會有免治馬桶 然後再往前走 就是我們整個房間區的 那我們這次訂的是兩個單人床的 整體就是一個暖色系的風格 我覺得算是基本型啦 如果以4000塊的這個房價來說的話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 我覺得還OK 就中規中矩 因為山景本身的設計就是這種木調 木質調 該附的東西都有 比如說空調這邊它是中央空調 然後床頭櫃這邊它都有設計 可以去直接中央控制 你不用要關燈的時候 還要其中一個一個去關 床頭這邊有一個Panasonic的電視機 然後有附了加湿器加空氣清淨器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衣櫃 然後它裡面還有附了無限的韻斗 對 那個我很喜歡 對 我也很喜歡 下面有保險箱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櫃子 然後裡面放了杯子 然後打開來我覺得很有設計感 間接照明 日式真的是很喜歡間接照明 就像不會讓燈光是直接刺到你眼睛的那一種 那就是剛剛提到的沙發區這些嘛 那唯一一個小缺點我覺得就是它的插座 不太夠用 因為像它兩邊的床頭櫃雖然都有附 但是都只有附一個插座 然後再加一個USB-A的版本 然後其他的地方 你可能就要拉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這一次又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出國 嗯 我們的東西多到一個爆炸 電器產品有夠多了 電腦 麥克風 相機 相機就三台了 所以我知道插座一定會不夠用 雖然說這一次我們是一個快展行程 然後買的最便宜的機票 還沒有帶行李 但是有一個東西一定要帶 什麼 噔噔 幹好快 模組延長線 感謝INFACT贊助我們這一次的影片 它其實總共有四個模組啦 或者叫方塊 就是電源方塊 插座方塊 充電方塊 還有插頭方塊 然後每一個方塊都有五種顏色 黑白紅藍黃可以自由搭配 然後它的拆裝也是非常簡單的 卡榫這邊都有做防待的機制 它是一個很創新的設計啦 可以去因應每個人的家裡面 或者是工作的需求 可以去自由的搭配組裝 平面的插座像我辦公桌這樣子 你可以用插頭方塊加插座方塊 再加充電方塊 平面的把它放在桌子上面 但是你自己就要注意啦 就是這種接法的話 你不要超過1000瓦 然後不要把它就是懸掛在牆壁上面 這樣子來去使用 如果是牆上的插座的話 你就可以去使用電源方塊 再加插座方塊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這次出國我帶的是一個插頭方塊 再加一個充電方塊 我不用帶整條延長線出門 可以節省行李的空間 然後它也不會說 好像買來只有在家裡面來去使用 或者是只有帶去旅行來使用 使用率還蠻高的 這次有採用淡化加晶片的一個充電方塊 有電源的開關按鍵 有提示電源的設計 它是2A 2C Type-C的單孔最高支援到PD 100W Type-A這邊單孔可以支援到QC 30W 就算你4孔都把它接上去的話 也可以跑到USB-C 45W還有30W 那USB-A的話 它是合計起來是15W 我覺得算是還蠻足夠使用的 所以旅行的時候 我只要帶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我什麼電腦那種大大哥的充電頭那些 我全部都不用帶 就一個打全部 然後很貼心的一點是 它這個插頭方塊這邊 它有做一個凹槽的設計 所以它就不會頂到隔壁的插座 另外溫馨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充電線的規格也要注意 這樣子才能夠跑到100W Invex的幹好快USB-C充電線 它有支援到PD 3.1 最高240W 長都有50還有200公分兩種選擇 那電源方塊這邊 它最高的承載是1650W 上面它有兩個提示燈 一個是通電的時候 它就會亮起來的提示燈 一個是即將過載的時候 它就會閃爍來去提醒你要過載的提示燈 那如果說不小心真的過載的話 它也會自動的斷電 正面的三個插孔有各自獨立的開關 側面這邊的插孔就沒有 它比較適合接一些就是你不會去平凡開關的家電 我覺得這個產品蠻值得推薦的 就是它有它的應用性 有它的安全性 還有它的多變性 而且產品還很有設計感 歡迎在敘述欄尾裡面找到相關的連結 所以今天我們就不用怕 插座不夠用這件事情發生了 然後我們可以去吃晚餐了嗎 你餓了 我認真餓耶 哇賽 現在已經六點半了耶 哇賽 我們剛剛去吃什麼 我們的午餐你不要忘記 我們吃的是一個什麼 腸子鍋 是一個我不吃的 牛腸鍋 是一個我沒有辦法吃的東西 好啦我們去應和城走 走在對面 好 耶耶耶耶今天晚上來吃伊蘭拉麵 但是不是總店 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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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耶! 但我真的忘記了台灣的口味了 等我回去台灣再試試看台北了 這是我的丸池版本 這是杰西大叔的丸池版本 剩下沒有一滴就是最高的境界 NO!我覺得你快要去洗腎了 剛剛忘了跟大家說 我們吃的這家義蘭拉麵是運河城店的 運河城的店 然後才有這個方碗 對 然後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們剛剛有拍到一段水舞秀 也是這裡的特色 因為它跟拉斯維加賭場用的團隊是同樣一個 最後的爆破很震撼 運河城它其實是一個購物店 我要趕快來做今天的結尾 因為我要去購物店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 明天見